拍完神话后 成龙一直对金喜善念念不忘 拍剧版神话时 他想跟金喜善在合作 对方因为档期问题没来 成龙一筹莫展之际 李勇将白冰介绍给他 成龙看完白冰跳舞 两眼放光的决定 就由他来演玉树公主 其实金喜善愿意演神话 是奔着金城武来的 金城武才是原定男主角盟义 唐继理从一开始就坚持 选一个大帅哥来和金喜善搭戏 谁知成龙听说后非要演盟义 得知唐继理选了个大帅哥 颜值上不占优势 但论影响力可是无人能及 他搬出自己参演 是为了带动文物归还这个优势 真的让唐继理改变主意 将蒙一交到成龙手上 进组后金喜善发现 男主角变成成龙 还有点失望 不过大哥能给他的温暖和帮助更多 成龙注意到金喜善水土不服 就细心地买来韩国本土食物 害怕金喜善不舒服 主动取消亲密戏 见他一个人语言不通很孤单 没事就去找他聊天逗他开心 金喜善对大哥十分感激 更让他感激的是还在后面 拍一场雪山戏时 金喜善被冻晕了 大哥发现后抱着金喜善就赶回酒店 帮他按摩了两个小时才出来 此时金喜善已经恢复 他公开表示成龙大哥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一定会好好报答他 剧版神话开拍前 成龙为了宣传参加永乐会 他自爆还想邀请金喜善来演 可金喜善没荡期 成龙心里十分遗憾 没想到刚说完话就想起神话主题曲 一位长发飘飘 妩媚动人的白衣女子 跳着舞蹈登场 成龙眼都看直了 不住的感叹 他跟金喜善太像了 这个女孩就是金城四美之一的白冰 白冰出道即巅峰 上学时在雪姐的怂恿下 报名参加梦想中国选秀 比赛还没结束就被英皇老总杨寿成看见 将他闪电牵下 杨寿成很欣赏白冰 亲自找大事给他算了算 将原名陈东改成白冰后正式出道 负责带他的经纪人 是一首捧红谢霆锋 Win的霍问戏 为了让白冰增加曝光度 杨寿成不管参加什么活动 都会把他带在身边 之前英皇一解释梁洛诗 结果人家跑去当豪门扩胎了 杨寿成就把所有好资源都给了白冰 他作为英皇在内地力捧的一姐横空出世 先是为3D动画精灵世纪演唱片尾曲 由此展露头角 第二年就当上女主角 掌获华顶奖年度新人最佳表现演员奖 不久后空降爱情呼叫转移剧组 和徐征 一能进同台标系 发布会上稳居C位 当时舆论就猜测 白冰背后的靠山到底什么来头 《新红楼梦》选角时 白冰力压摇迪成为薛宝钗最终人选 换角风波引发不小争议 对此英皇大方承认 我们出的钱 用我们的演员很正常 之后白冰英皇新一姐的身份被坐实 资源拿到手软 演了逆战 《新少林四》等一系列电影 终于等到了让他一炮而红的神话 用一支舞蹈迷住成龙后 他被轻点为神话女主角 顶着小金喜善的名头顺利走红 和寒雪 景田 甘威一起被称为《京城四美》 照此发展下去 白冰前途一片光明 拿下影后也是指日可待 天天事业巅峰时 这姐恋爱脑发作 一纸声明宣布和男模丁一结婚了 原来她去香港拍摄逆战时 遇到来探班的丁一 架不住对方的热情 很快答应她的追求 恋爱一年就结婚生子 之后白冰放下如日中天的事业 甘愿在家相夫轿子 没想到结婚没几年 婚姻就出现危机 有狗仔拍到丁一一寺婚内出轨 对方还是同性一人郑元昌 两人当街暧昧 郑元昌不仅挑起丁一的下巴 还贴在她背后摇耳朵 这段新闻传出后 白冰第一时间出面成亲 老公绝对不喜欢男人 当事人之一的郑元昌接发文 浮衍看人机 否认传闻 但网友并不相信 戏巴之下发现丁一更多不对劲的地方 她关注了一堆同志博主 还在见状南模评论区 询问是一还是零 最有意思的是 她出现在外号刘姥姥的 公关公司老总刘希平身边 这位老总平时只爱小鲜肉 经常光明正大的晒出亲密照 其中就有丁一 她还是最得宠的后宫团成员 白冰成亲后就不再发声 直到2020年才在浪姐中表示 现在是个养尊处优的父太太 然后在家带着孩子不工作了 我心里特别的冤枉 几年前选择了跟先生分开 但是我有着自己一个 非常可爱的宝宝 结束失败婚姻后 白冰重回娱乐圈 她有颜值有演技 相信翻红一定不是男士